大家好 我们刚刚提到青年十二手则 其实这十二个得恨 我们的孩子从小就扎了根 那他这一生家业事业有成就 那也是水到渠成的事情 所以这个根很重要 那我们一起把它复习一遍 但复习的时候不是用脑子复习 是把每一句留到我们心底里面去 那是变成我们的得恨 很自然 我们的身教做出来了 就能变成孩子的得恨 仁爱为皆物之本 和平为处世之本 礼仪廉此 礼节为自恃之本 这算忠孝仁爱 敬意和平 好 你们笑着 好 服从为负责之本 请奖为服务之本 请奖为服务之本 这位老师应该是教中学的 整洁为强生之本 你看找到快乐的根源 是不是 找到健康的根源 找到一个人怎么能够很好的去服务别人 其实我们一看服务 任何一个行业要有成就 就是他有服务人的心 服务人的做事方法 不然他那做人做事都不好 去服务人 那是 成事不足 败事有余 越步越短条 是吧 你看我们这些都是根本 我们都希望孩子做人做事好 但是没抓到这些根本 一路社会就出问题 服从为负责之本 他在家里呢 父母分配什么事 交代什么事 他都不做 他以后能不能负责事情 不行啊 他刚到社会上去 领导给他交代哪些事 他就有自己的想法 那他以后能不能负责事情 他就没有尽忠职守的 这个心态出来 意见一大堆了 那他一个人 他自己下属都做不好 他以后可不可以做领导人 他不可能啊 所以有没有这种服从的态度 礼节为治事之本 他在家里做事 他懂得 我的工作在哪 黎明激起 傻少停除 要内外整洁 他就是在 负责家里的这些事物当中呢 把很多做事的 这些心境方法 就在做当中领会到了 怎么样扫地呢 这个灰尘不会飞起来 怎么样扫呢 比较有效率 扫得快又扫得好 他就从这个 他每一天要去尽的本分当中 学到做事 包含 与这些长辈 互动的时候 长者先 幼者后 他都懂得这个人与人的分寸 度在哪里 那他都懂 把这些做人做事 用在他的工作上 他就会自事了 所以孝经里面有一段话很好 四清孝 故忠可 一于君 忠诚出于 孝子之门 我们的孩子不孝顺父母 以后说要把事业做好 也不可能 他也不可能是一个忠诚 四兄弟 故顺可 一于长 他对家里的长辈兄弟 很恭敬 他自自然然到学校到单位去 他对长者对老师都会恭敬 还有一个就是居家里 他在家里面就 懂得去承担很多的工作 故自可宜于官 他那些做人做事的能力 自然用在他以后当官上面 以前都说 会自家就能 自国 因为以前是大家族 几百口人住在一起 他都懂得去承担 懂得怎么样 管理的几百口人 自然这种能力就用到 工作上去了 所以我们现在是呢 家庭里面的教育 跟他出社会工作呢 是脱节的 那孩子只要出社会了 都有适应上的困难 比方 在家里 父母呼 义务环 那现在是什么呼 义务环 现在儿子呼 孙子呼 那完了 那这样孩子跟孙子到了工作上去 老板过来 你明天不用来 对啊 应该是习惯成自然 他在家里面都是这样处事待人接屋 他一到公司去 一到团体去 很自然 他没有适应的问题 结果在家里 大家都围着他 都宠着他 一到社会上去 他没有办法适应 常常跟人家闹情绪的 最后只要卷铺盖回家来了 然后说的好听一点 我把老板fire掉了 还不承认自己不嫌 好 所以我们看到的 仁爱和平 是皆物处事之本 再来 助人 我们都希望孩子一生快乐 得把快乐的根源找到 助人为快乐之本 学问 我很害怕大家要留下来 学问为祭祀之本 我们刚刚提到了 要有圣人的教诲 才能解决家庭社会的问题 所以人人知因果 人人知伦理道德 问题就解决了 这是祭祀的学问 人人知道 恶有恶报 善有善报 不做坏事了 而且呢 我们老祖宗的学问是天人合一啊 要跟大自然 和睦 相处啊 不然 现在 一下雨 土石流就来了 甚至一下雨啊 两天下雨的量 可以是一年下雨的量 这个是结果 原因在哪 人如果不叫天地 天就不叫尬寂 为什么会有温室效应 是我们破坏了整个大自然的吗 亲亲而人明 人明而爱你 你爱大自然 和谐共处 人类破坏大自然 那当然 赶来最后 天灾人祸的出现啊 所以环保问题 根源上也是人心的问题 我们一味的追求经济发展 都忽略了整个社会的 整个大自然的平衡 所以一个社会不能只看经济指数啊 还有更重要的 它的环境指数 还有社会祥和的指数 这几个指数都要考虑在内 我们现在麻烦在哪 都只看到一个点 都执着那个经济 其他的都没看到 什么时候才看到它的重要性 事情大条啊 才警觉到 哦 原来那个也重要 其实老祖宗长告诉我们 这个都很重要啊 所以其实人一有执着点 看事情就不清楚 真是这样的 一味的追民族力了 看不到 留一个好的环境 给后代 子孙 所以真的 我们现在想想啊 台湾 山区啊 还经得起 几次 这样的风雨啊 可是要根源解决 第一个温室效应要解决 台湾的二氧化碳排放率啊 密度全世界第一名 当然可能有人又说了 台湾人口多嘛 但是确实排放的量啊 是 密度是第一名 烂肯烂法的情况啊 也非常严重 其实啊 我们得从很多事情当中 得到教训 因为 人生所遇到的事啊 都是在提醒我们忽略的东西 我们的身体出状况了 好事还是坏事 他在提醒我们啊 主人啊 你再不注意哦 可能就有生命危险 他在提醒我们啊 他在让我们做错的事情 先出状况来警醒我们 不能再继续下去了 所以身体有这些症状 我们要赶快调整 相同的 我们的下一代出现的状况啊 好事坏事 他提醒我们 我们可能教育忽略了 更根本的问题啊 早一点提醒了 都不是坏事啊 相同的 现在的 这个大自然的状况 也在提醒我们 不能继续再恶化下去 不然下一代连住的环境都没有了 所以我们得从环保 得真正爱护这个环境 不要再烂肯烂法 这人心的问题才能解决 包含 大家又说了 那政府 没有管理好啊 有没有道理 有啦 他是官员 他当然有他的责任 但是问题来了 请问官员从哪里来的 我们得找根本啊 不然就在那抱怨而已 解决不了问题啊 这第一个 官员从哪里来的 家 选的哦 家里培养出来的啦 那这重视家庭教育 重视德行才解决这个问题啊 再来 选啦 谁选呢 我们自己选的啦 我们会不会选 不会哦 这样一边 怎么吃辣 我们要会选 要有会言 要有法言 一般的人都选 口才很好的啦 哦 他骂人 骂得很痛快的 这个好 玩啊 那个骂人骂得很凶的 都是刻薄的人啊 都是会制造冲突 混乱的人啊 所以呢 我们看人要依据 孔老夫子的教诲 经典才会准 巧言令色 嫌疑人 刚义木论 敬人 那个口才不是很好 加勾也哦 那个才是好的啦 他讲话哦 自己做到十分 他都只讲七八分 不敢讲太过 现在都是呢 做了八分 都讲几分 都是在标榜自己做的多好多好 其实有判断力的就知道这一定是张扬的啦 吹嘘的啦 所以我们其实还没有读经啊 真的不知道呢 也是被人家骗得一嫩一嫩的 都觉得哇 那口才好的真好 我好羡慕他 我要学他的口才啊 我记得我第一次在北京 一所大学 讲课 我讲了两个小时 下台来有一个学生 大学生很激动跑过来 我说蔡老师 你的口才真好 我差点没昏倒啊 我们很真诚的讲了两个小时 他什么都没感受到 只感受到什么 他只在意那个口才 所以其实社会的价值观 都在偏颇掉了 只重视口才 重视外表 没有重视他的内在德行 假如我们是这样的认知 那我们选不出好的候选人出来 好的官员出来 怎么选啊 还是老子宗说的对了 几千年来没有改过啊 举笑脸 笑就有德 脸就不贪污 所以大家假如 在下一次选举的时候 你的朋友有在媒体工作 你要告诉他 选就要选笑脸的 然后让那些记者都去 调查一下 这个候选人 笑不孝顺父母 所以说到这里 那可能记者都要 开伦理道德课程 不然他也不知道 报导候选人 你怎么去判断一个好的候选人 还是要从他的 有没有德行 有没有笑脸的 这个德恨才行 所以我们得回到 不再破坏大自然 不再因为利益 而去把环境给糟蹋掉 才能根本解决问题 那人人之因果 他就不会去做这些坏事 人人 有家教 有家庭教育 那人才 就会出来了 所以这个是 学问 为祭祀之本 假如我们每一个家庭 现在 吃饭 或者交谈的时候 都是谈 这些伦理道德 互相 鼓励 互相期许 那这个加峰 就一定会越来越好 好 好 所以家庭 要靠我们去带动 那以前还没学 可能家里面聚会 就做什么 三缺一 那很难免就麻烦了 但那个无形当中 都在影响下一代 我们记得有一次 有一个 晚会 那是庆祝重阳节 当时候老百姓来了 将近三千人 整条 马路呢 通通是人 我们把 年龄最长的几个长辈呢 让他们坐在最前面 贵宾席 而这个 短会过程当中呢 刚好呢 有小朋友提出问题 然后台上的老师 请他上来 小朋友你有什么问题 这个小孩说 老师 打麻将是不是赌博 孩子会问这种问题 我们家长要反思 而且呢 孩子还是很天真 他还是有挣扎 因为学校教他 不要打麻将 可是他要看到大人在打麻将 他有认知的矛盾 冲突 所以他很难过 问问题 而且说实在的 我们很冷静 我们都是缺乏伦理道德教育的一代 甚至是好几代 我们都要补习啊 要补课啊 补课的时间可能都来不及了 哪还有时间耗在这些玩乐当中呢 真正爱子女啊 那个向上的心就提起来了 父母的慈爱表现在哪 时时提醒自己给孩子好的榜样 这是真慈爱 真的呢 玩人上德 玩物上智 我们的整个空闲时间都不拿来学习 都拿来玩乐 那孩子也养成这样的玩乐 那他人生就没指下了 好 学问为祭祀之本 有恒为成功之本 这个很重要 其实人的学问 人的学问呢 还有身体健康 通通要靠恒星就能够达得到 人要健康 容不容易 不难啊 因为身体确实是非常 周密的一个系统 身体是小宇宙啊 要把它搞坏啊 真不容易啊 所以只要有恒星的人体的治愈能力 恢复能力是很高的 但最重要的要有恒星去锻炼 大家有没有看过那个甩手 甩手 甩手很简单啊 只要每天做了一定健康会改善 而这个健康其中有一点特别重要 就是早睡早起 因为人体这个经络在运行啊 十一点到三点之间呢 是胆经跟肝经 所以整个造血 整个新陈代谢呢 这四个小时特别重要 所以假如这四个小时不好好睡啊 你其他时间再睡都补不回来 你看现在的人都熬夜了 脸色好不好看 都蜂蜂蜂有没有 蜂蜂蜂蜂蜂 没什么朝气 大家看我最近气色怎么样 蜂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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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现在睡得比较早了 所以真的 bawiva自己的身体很重要 太拼了走不长远了 晚上都没有睡好 消耗血气太严重 而刚好我在大陆 也带一些同仁 我自己晚睡 结果同仁也都晚睡 结果几年下来 大家太耗损血气了 终于一把脉 你们单位的 怎么都血气不足 谁的责任 我的责任很惭愧 他的家庭父母 他这么信任我 我应该把他照顾好 所以当领导人 也要照顾好 所有下属的健康 所以我现在 跟同仁联系 都说你几点睡觉啊 不要超过十一点啊 最几把十点就要睡觉 第一早睡早起 你让你的孩子 吃最好的食物 只要不早睡早起 那没什么效果 效果有限 从什么时候开始 今天 No 开始做 慢慢慢慢 要调到这个正确的 睡眠时间来 你只要该睡的时候 睡啊 差不多六个小时 精神就回来 好 第二个 要敲胆经 胆经呢 跟胃经是互为表里 所以差不多是在大腿 外侧 稍微下方这里 这是胆经 大家回去查一下 十八童人 那个有经络的 大家稍微翻一下书 就知道 敲这个胆经啊 对代谢非常好 瘦的人敲一敲会变胖 胖的人敲一敲会变瘦 它整个代谢就会恢复 比较好 我有朋友 敲几个月 那个 以前年轻的时候的裤子都可以穿 它整个那些脂肪就慢慢代谢掉 这个胆经很重要 第三个呢 按心包经 这三个 这是我看一本书里面写的 这本书写得很好 叫人体使用手册 这个很有道理 你要去用一台电风扇冷气 都有使用手册 结果我们这个身体用了几十年 连使用手册都没看过 那都不会使用就糟蹋了 所以想到呢 孔子说啊 身体法夫 受之父母 不敢毁伤 笑之食言 所以要例行笑道 首先应该把自己的身体 照顾好才对啊 具体落实 笑道 好 希望下一次看到大家 大家都是荣光 焕发 真的 你有痕做下去了 一定 身体会越来越好 好 那读书也是一样 只要持续不间断 宽为宪 谨用功 功夫到 四色同 这样只有十一条是吧 信义没有写上去 害我蛮担心的 你看 信义为立业之本 忠孝仁爱 信义和平 离一连尺 好 所以身教很重要 这十二个德目呢 就变成我们的家庭 家道 家规 家学 家业 好 我们其实老子中的教育啊 重视道德 从整个道德归纳起来 其实不外十二个字 八德 孝涕中性 礼义廉耻 人爱和平 我们做什么事来掌握纲领 相同的做学问 沉传好的家道 也是抓住纲领 这十二个德目啊 就是道德的纲领 礼义廉耻 神爱和平 神爱和平 好 我们看 不本 所以孝是得的根 孔子才说 福孝 得之本也 教之所有真也 为什么这个时代啊 我们看家庭 事实上 花在教育下一代的时间 下一代的精神 是五千年来啊 花的时间最多的 经历最多的 有没有道理 我们父母那一代 爷爷那一代 生五个 生八个 很正常 好像也没怎么教 孩子个个还挺懂事的 现在我们只生一个 生两个 这么用心教 还教不好 所以这个 这个不成比例啊 花最多时间呢 结果这五千年来 管的最不好的是哪一代 这一代 那是这样 这问题出在哪 那我们教 不从根本教 所以结果就不好了 最后变成本末 到智了嘛 所以一定要找到根本才行 努力才会有好结果 好 所以孝是根 替宗信 是做人的本 我们看一个人 不有爱兄弟 不忠不信 他很难 在人群当中立足 根本 离义廉耻啊 是知干 就像一棵树一样 根本 坚固了 成长 茁壮就没问题了 仁爱和平 是花果 假如我们的教育呢 只是在强调花果 没强调根本 最后教出来的下一代 是考试很会考 说很会说 然后呢 做不到 但是像我们爷爷奶奶那一代 父母那一代 说会不会说 不大会说 做呢 默默的做 因为他抓到根本 很多人呢 他很孝顺父母 很讲义气 但是他不会讲 他没什么口才 但他有根本 他做什么事 也都很扎实 而 抓到根本的教育 他其实也是顺着人性 来讲 很自然的 从他的家庭开始 因为孝呢 是世亲 侍奉父母 侍奉性呢 是敬长 尊敬长辈 离义廉耻 是自干 离义廉耻呢 他才能扮演好 他下属的角色 所以这个是世君 不管他到哪一个单位去 他能侍奉好他的领导 因为他有离义廉耻 花果呢 是爱大众 从身边的父母 开始孝敬 关怀起 很自然 才延伸到一切的重量 所以为什么 我们传统的文化 人一接触之后呢 很欢喜 不会排斥 因为他是顺着人性 来教的 所以其实 这个十二个德 从根本上落实了 就是落实 大学里面讲的 修身 齐家 治国 平天乡 我们看 孝敌中性呢 就是修身齐家 离义廉耻呢 治国 人爱和平 我们都有人爱和平的心呢 那我们可以团结 种族啊 团结宗教啊 就能天下平 好 所以德 才是修其 治平的根本 所在 我们从小 念三民主义啊 你们怎么都没反应 你们放下的功夫 这么好吗 我以前也很认真 念三民主义啊 而我们这个时代啊 花在制度 花在法律的建设 制度的建设 花了太多太多时间 但社会是越来越乱 还是越来越好 这里就告诉我们 制度不是主要的 人的 素质 修养 才是最关键的 人只要有修养了 什么制度呢 社会也不会乱 因为制度它不会乱寿啊 它一定可以维系 整个社会的安定 但是制度在好 人没有素质啊 那状况还是会败处 所以 民族主义 好的主义 但是它的精神在哪 孝涕中性啊 一个人对自己的家族 都不去静孝 不去静涕了 那再谈其他民族 有没有可能 不可能 民权主义 我们都以我们是民主国家 制好啊 可是假如一个民主国家 没有礼仪廉耻了 会变成什么样子 大家现在都不看电视 是不是 所以都是太平盛世 你看一个民主国家 假如无礼了 那这些政治人物 在立法院打架都有 义呢 都是为了选票 都是为了自己的力 那有没有可能为老百姓作想 所以没有义的话呢 民主制度也没有用 没有廉耻的话 那所有的问题都出现了 所以礼仪廉耻是民权主义的精神 民生主义 仁爱和平才是精神 所以我们看到这十二个德目 家庭也好 社会问题也好 都是出在缺这十二个德目 大家冷静去看看 现在报纸里面所有的问题 其实这十二个字就解决了 这问题并不是很复杂 德者本也 有道德了 就把社会从根本上问题给解决了 而我们看 这十二个德目 确实他的根在效 我们想想一个人为什么会有爱兄弟 兄道友 弟道公 兄弟目 孝在中 剃的精神就 提起来了 中呢 亲所好 立位聚 他对父母的需要 他尽心尽力的 去付出 他的忠心 就从对父母延伸上来 一个人对父母都不忠心了 他怎么可能去对国家社会忠心 信 他一定是对父母先守信 内化了 他自然对其他的人守信 对父母有礼 对父母有义 他很连结 因为父母赚的都是血汗钱 他从小懂得节俭 坚以养连 而有连结了 德有商 移清修 他的羞耻心 也是从孝心当中 延伸出来 包含家里面的和平 他跟家族的人相处 不和平 他的父母还是要操心 他 所以德之本 我们可以感觉得到 教育一定 从这个根本 抓紧 就像我们都很希望孩子的成绩好 这是很多家长盼望的 很多父母也是 都陪着孩子读书 陪是比较好听 逼着孩子读书 或者是 用一些奖励 给孩子读书 其实说实在的 给他奖励了 他才读书 不给他奖励呢 他就不读书了 因为呢 那是欲望的动力 能跑多久 比方考一科一百分 就给多少钱 我不知道现在的行情怎么样 是吧 你给的太少了 那孩子在 在额头上贴着 抗议 我同学都加薪了 我要加薪 在大陆还有 小学四年级 考第一名 他爸爸给他 买了一台BMW 我说 那他以后考大学 要用什么 那个那个 不知道条件 要开到什么程度 那真的为孩子好吗 他的努力 都要有条件 都不是真正尽本分 不是为父母 不操心的 那都有条件的 假如有更吸引 他的诱惑 出现的时候 他就不读书了 因为他是厉害的动力 比方说 他读大学了 谈恋爱了 他功课就荒废掉了 迷上网路了 他功课就荒废掉了 因为他 因为他那个动力 换成其他的欲望去了 他就不会持续用功下去了 而我们父母这一代 他有孝心 所以他不只读书 不用人家推 连成家立业了 家庭从没让父母操心 事业也不让父母操心 因为他有责任心 他有孝心 所以孝心启发的 成为他一辈子 努力的动力 他可以跑一辈子 那个动力 可以用一辈子 所以我们现在 给孩子教育 要装上孝心牌的引擎 那个是保证 可以跑一辈子 那各位朋友们 我们的孩子的引擎 可以跑多久 功力牌的引擎 可以跑多久 大家有没有把握 你的孩子上大学 会用动读书 假如没把握 那我们逼他读十二年书 又有什么意义 逼到最后 一上大学 像脱缰的野马 那前面的努力 意义就不大了 所以得看着深远 从他的心地启发他 孩子大学会不会认真读 再来 大学毕业了 孩子会不会用心的 去工作 你们怎么都无辜的看着我 是吧 这是我们要思考的 你看孩子得从一身去看 你不能只看他眼前 那个分数 逼逼逼逼 逼到最后 努力有结果 不一定会有好结果 只要没找到根本 没找到孝心 没找到善心 解决不了问题了 他大学毕业了 他没有责任心 不出去工作 麻烦了 他在家里给你 当白领一组 白白领父母的退休天 啃老族 在那里玩物上智都不出去工作 还得这个父母 甘情事情 花了一大堆关系 把他找了个工作 拜托了 去上班 真的去上班了 解决没有 过了一个礼拜 我把老板fire掉了 你要担心他到什么时候 接着又结婚了 我们有没有把握 他会负责 他会夫妻和谐 然后他会把下一代交好 那孩子一结婚 你又要为他的夫妇关系 家庭状况担心了 再来 你有没有把握 你的孩子 生的孩子 不会丢给你 对啊 我现在生我孩子 给你 他不尽本分啊 所以假如 还是没有德行 没有孝心了 你这一生 就完全在收拾他的残局 就收拾不完了 所以 看教育孩子 得从他的根去教育 包含我们的孩子 有福报 他以后真的开公司了 有事业了 我们有没有把握 他能把事业经营好 我们有没有把握 他一有钱 有权了 在财色名识税面前 不会堕落 假如没把握 那孩子不如不要有钱 没钱还不会变坏 有钱了 这个又过一来 他德行又不够 就出状况 所以我们从一生去着眼 就了解到呢 德者事业之基也 事业的基础 人生的基础 最重要的是德行 也能理解到的 也能理解到孔子讲的 君子物本 本利而 道生 效有了 得有了 家道 事业 才能够真正 永续的发展下去 很平衡的经营下去 而我们找到根本了 什么时候呢 都不会嫌软 因为 人之初 性本 人只要遇到好的榜样 他那个孝心是很容易被唤醒的 因为 有一个父亲呢 他的孩子好像是小学四年级的 刚好接触弟子规以后 他反思到呢 以前家里吃饭呢 他都是给他孩子的 给太太夹 没给父母夹饭 夹菜的 结果学了以后 他马上去用 刚好呢 家里三代一起出去吃喜宴 他就第一次呢 给他父亲夹菜 结果夹过去以后啊 他父亲一开始只嫩了一下 今天待遇不一样 嫩了一下 接着就笑得挺开心的 他说他爸爸那一餐吃的特别多 这叫人逢喜事 精神爽 他第一次给他爸爸夹菜 他说他女儿没过多久啊 也就主动的给他夫妻夹菜 也是第一次 我们感受到啊 当他给他爸爸夹菜的时候 爸爸那个笑容啊 很欢喜啊 我们什么时候让父亲啊 发自内心的欢喜 不再担心我们 我们真正有了德行啊 才能让父母 发自内心的安慰 而 我们的德行早一天到来 孩子的善心啊 就早一天 启发了 好 说到这个夹菜呢 最后呢 也要跟大家交流一下 因为呢 很多人学了以后 一跟人吃饭 就拼命给人家夹菜 学到最后呢 一知道是学弟子归的 都不敢坐在他旁边 拼命夹 最后呢 旁边的人都吃不完 又很节俭 硬筛进去 得胃病就不好了 所以一般来讲啊 国际礼仪啊 那家庭里面呢 那家人都知道 彼此知道 喜欢吃什么嘛 那互相夹 那很自然 可是国际上 我们可能坐在旁边的人 我们都不认识 你拼命给他夹 就是他最不喜欢吃的 那他跟你吃饭 就有压力了 所以礼者敬而以以啊 恭敬别人了 不要让人家有压力 那怎么办 开始夹就好了 后面就 不用夹了 人家喜欢吃什么 他自己夹就好 然后呢 一开始要夹 看一下 这个你喜不喜欢 人家说 不用了不用了 你就不用再给他夹进去了 其实最主要的 就是带动 让客人不要觉得 好像很陌生 深疏 其实只是带动一下大家 别客气 别客气 是带动大家那种 那个吃饭的气氛而已 好 所以这个礼节的度啊 分寸啊 还是我们 能感受到 对方的心境啊 这个度就能够 掌握得好 好 那 今天呢 就跟大家 交流到这里 好 那 祝福大家 合家平安 身体健康 谢谢大家 大众 请体力